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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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你在看什么? 阿姨,你在看我的梦想 不要看这个梦想啦,叫我宝贝 全部梦想跟前途都在这边 宝贝,我要买这个 你就不懂啊,这种车这样 就上一代的车,上一代的车 仰起来,固起来,挤难,你知道吗? 宝贝买Benz洗给你的嘛,记好 宝贝,叫你救不止到了 我来带你飞 哎呦,不要这样啦 相信大家都知道,要让一台车一直处于最佳状态 保养工作很重要,要定期坐 准时坐,还有就是车子也要定期油走动 但是在这一个行管令期间 大家应该很少开车 就算油也不能走远 你的车子可能start engine还多过行走 理数也增加不多 虽然如此,你还是需要定期更换你的引擎热滑油 就是所谓的黑油,就算理数还没有达到也好 那是因为引擎热滑油它也是有周期期限的 好像保鲜器这样啦 一般上是3个月或者是6个月 也有些原厂给到1年 看是什么油,还有什么车啦 如果说引擎是汽车的 心脏 那引擎热滑油就好比引擎的血液了 因此不要小看这个黑油的力量 它的影响可大可小 严重起来可能会导致引擎出毛病 刚才说到在这段期间大家开车的行程都很短 可能只是去附订买点东西啊 你的引擎可能才刚能启动不久 还没有完全热身就已经到目的地了 而且在这段路上还可能遇到走走停停啊 等交通灯啊,带树啊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其实对于引擎的内部来说 耗损还有这个损害是更加大的 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就先和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黑油啊,你不要看我们每次这样子倒下去 其实你不是挂满整个引擎的 而是全部都储存在所谓的Oil Sum 也就是下面的这个油盘 所以一般来讲 就车子停了很久做这个Cold Start 能启动的话的 你的引擎这时候是需要透过Oil Pump 来吸底下的这个油 再经过这个Oil Filter 也就是油格或者是油芯 来做一个过滤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换黑油的时候 也要换买这个油芯 就是因为不换的话呢 里面的这个肮脏可能会造成阻塞 油液输送不好的话呢 你的油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继续走下去 接下来如果你的车有这个Oil Cooler 的话呢 它还会先进去转一圈降温 维持稳定的油温 然后你的黑油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引擎部件 像是火晒啊,crank shaft啊,气缸啊等等了 那这整个过程大约需要9-15秒 看车款而定 所以你可以想象能启动的车子 在这一段期间呢 这些引擎部件是没有油液在上面的 因为你熄火过后呢,它们就全部慢慢流回去下面的这个Oil Sum 那把这个油 bump上去流通循环 覆盖整个引擎运转的部件啊 需要时间是一回事 加上冷启动时 引擎内部润滑油的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比较低 在润滑还有保护方面呢 相比起达到工作温度的时候也是优手差别的 这两点呢,尤其以这个比较旧款的引擎来说 它的差别是更明显的 简单来讲,就是引擎内部的这个润滑不够 会造成更多的搏损 因此在这段期间,在这样的一个驾驶情况下 你所选择的引擎润滑油 不只要选对粘稠度还有这个种类这两大因素 你可能还要留意它在冷测时的表现是如何的 有这样的黑油? 有的!那些专门给City Drive短距离驾驶所使用的润滑油咯 相比起性能机油专注在这个热车过后给你最佳的性能 稳定的油门啊等等 那这一类日常用的黑油就有一点相反 它是要在这个引擎比较冷的时候给你提供更多的保护 像是在车子禁止怠速的时候啊 大家现在出去打包应该很常这样做吧 还有就是这个短行程的驾驶等等 这一类的机油主要是专注在给这个引擎的内部足够的润滑 因此它采用特别开发的配方 透过添加剂来形成保护层以减少引擎内部的摩擦 好像Hiref 7240 这一款机油 它就有这么一个被称为Smart Oil Shoot的配方 它的添加剂在和这个金属表面产生化学效应以后啊 能够形成一层膜 减少摩擦来保护你引擎的Pistarine 摩塞环 还有气缸壁这一些地方 可以显著的减少引擎内部的磨损 同时还维持引擎的动力性能 而且它的配方还有防止机油过热氧化变质的机制 也就是讲你不用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里数的时候 突然它的这个性能表现就drop了 算是一个比较讲究稳定性的黑油 你可以用更久 不用提早换油 我觉得这一类比较温和的润滑油啊 对于车龄还是行驶里数比较高的车子也比较好 因为这一类车子一般上引擎它的这个周边部件都会开始老化 比如说Oysio啊Gasket啊这一些 它们的密封性没有像新车那样好了 加上FORNA那种真正有年纪的车子 以前的这个铸造工艺没有像现在的这样精细 没有那么准 如果用一些专门给现金的新车开发的润滑油 可能它的配方太多添加剂要省油啊 要轻快啊 要性能啊等等的 会去到比较extreme一点啊 但对于老化了的这个密封部件 又或者是不够精密的引擎内部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友善了 从而造成漏油啊这些问题的产生 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我们都会建议 有一定年龄的车子呢 选择使用粘稠度比较高的机油 也就是大家俗称比较厚的这个黑油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黑油啊 比较不会在这个密封性不太好的老引擎 出现泄漏或者是这个蒸发的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赤黑油啦 而且这种用的比较久的引擎啊 里面的这个损套也比较多了 可能间隙也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这种比较厚一点的油呢 就能够盖掉这些东西 维持一定的pressure 确保整个引擎里面呢 还是运作顺畅的 你不用去花时间一直检查黑油 有没有少是一回事 那同时它还可以给这个积碳啊 沉淀物这些杂质比较多 又或者是比较粗糙的老引擎 内部提供更多的这个润滑和保护 长远来说呢省麻烦 也能省下更多潜在的这个威数费用 所以说引擎润滑油出来要看种类 还有这个浓度以外呢 它的类型还有这个定位 其实也是蛮重要一下的 你应该选择符合你的用车要求的机油 还有就是用车环境也是很重要 好像现在这个特别的时候 就需要去考虑冷车的时候的额外保护 再来就是你的车子的状态 车铃等等呢也是考量之一 我觉得我要把我时常试车时说的那句话 改一改改成 没有最好的机油只有最适合你的机油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简单分享 关于这个引擎润滑油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我会再做一个影片 教大家如何选黑油 你会想要看吗 留言给我知道好不好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专业的知识 还有经验呢也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小明也还在学习当中 好像如何判断前面的这个Viscosity 还有后面的浓稠度等等的 我们一起焦虑好不好 好啦我是小明 记得别忘了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哦这样子是吗 多少钱 宝贝买给你 这样 不用怕 阿姨在台中 哇 这样就告别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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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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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